Demo一下,也就是Thermo Radar的部分 大家已經很熟了,Tuff的這個機種Thermo Radar 一開始一定是引起很大的回響 那這一次,剛剛可以幫大家介紹 這麼新的一個Function 當然是要由小弟來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Demo 很簡單,滑鼠按幾下就好了,好不好 看這邊,Thermo Radar 我們這次有一個友善介面 在Thermo Radar裡面呢,看到最右邊的Tag 它有一個分Overtime的設定 Default設定一分鐘 那同時,如果說你不想要讓你的系統關機之後 還有風扇的一些聲音,或者是不希望它繼續運轉 你可以把它關掉 或者你希望讓它的這個運作時間更久 一分鐘、三分鐘、五分鐘、或者十分鐘都可以 我們這邊就直接用Default一分鐘 OK,確定一分鐘之後呢 原本設定一分鐘關掉 我現在直接關機 它的原理呢,基本上就是說 剛剛系統在關機S5的情況底下 它還是會有一些Standby Power 我們利用這Standby Power 讓我們主機板上附加的兩個Assistent Fan 讓它持續運轉一分鐘 所以現在呢 我們的兩個Assistent Fan 其實是繼續在運作 但你可以看到主機板已經整個停掉了 Standby Power有亮 OK 那 我覺得這樣 為了要以示大眾 我直接把我們顯卡拔掉好了 好不好 這樣看起來是比較有工心力一點 OK 它其實是在持續運轉的 然後呢 再裝上去 再開機一下 基本上它就是很簡單的 等於是把現在 我們所謂的消費性電子產業上面 保護這個產品裡面 重要元件的一個技術 把它導入到我們的主機板產業裡面 很簡單 基本上你可以不要做任何設定 關機之後它會跑一分鐘 如果你想要延長或者是減低 你直接進我們好的UI裡面去做設定就OK了 好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Kevin